近期已經有蠻多都更建案出來了 比如說從新莊站一路所過來的 永頂國席永頂地經 然後到富貴中華 那到近期的還有一個鳳凰花園 漢語時光 包括現在也正在蓋的晨熙楓月 這幾個都更建案也陸續都出來了 如果說我們這邊比較找這附近房子的客戶 大多都主要都還是沿著捷運而過來的 如果說像我們新泰商圈這邊的話 以新莊捷運站周遭沿線的話 因為我們這邊它早期是比較多的 那種透天跟公寓的產品 那因為加上因為近期捷運 那個比較自從通勤之後 開始比較發達之後 那蠻多建商它在都更上的選擇 會以捷運這邊沿線優先 所以我們現在除了說一般的舊公寓跟透天以外 那目前也有加入了一些那個都更後的新大樓 那變成說其實以我們這個商圈附近的話 我們會有變成是透天或是公寓 或是中古大樓跟新大樓都會有 那如果說以周邊的話 像我們目前的話 我們除了新莊捷運站以外 我們還有一個最大的那個公園 就是萬平運動公園 那萬平運動公園近期它的 它有一些建設性 比如說像它的國民運動中心 可能一樓是健身房 那二樓是羽球場還有游泳池那些等等的 那會變成說以我們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這邊是一個蠻成熟的一個商圈性這樣 以這邊近期生活圈的方式的話 因為我們 以我們像我們從捷運站過來這邊 那個建興街這邊 它像我們的驅公所 星巴克 那或是說我們再延伸一點 或有麥當勞那些等等的 它其實因為早期中正路算是一個很 車流量很大的一個地方 所以一些比較知名連鎖的那個餐飲也都有進駐到這邊 那在沿線進來一點 比如說比較街道巷弄的話 比如說像監中街 那目前的話 全聯跟那個公園路的那個 家樂福超商 那它都有進來 那在早期 星星街那邊也有一個傳統的市場 所以基本上如果說以新市場 或是新的那種超級市場 跟傳統的市場也都會有 其實我們廟街的話 在我們中正路再往南 一下是廟街 那我們是 中正路再往北一些些 那其實差不多的時期 可能比廟街再晚一些些 但是也是算是 蠻早開發的 那確實這邊我們的屋林都 如果以公寓來說的話 如果像40年到50年這個區間左右 算是比較早期的一個商圈這樣 如果說以我們這邊生活的機能的話 我們以交通為主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捷運站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公車線 那像公車線的話 像我們的中正路跟新泰路口 這邊其實也算是一個公車大站 那再來的話 如果說以採買的部分 除了剛剛提到建中街的那個全聯 再加上公園一路的家樂福 那其實我們在那個萬平市場旁邊 那個中華路那邊還有一個中美的超商 中美的傳統市場 那那個傳統市場是屬於就是那種黃昏市場 下午之後 那其實也是很大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 如果說早上的話 就是我們新興街的那個早市 它大概到中午12點左右就收了 所以基本上如果說以採買的話 那新舊市場都會用 那如果說以學區的話 我們這邊有新泰國小 那也有新莊國小 那還有新泰國中 所以基本上學區上面也都是沒問題的 那如果再 如果以到休閒的話 就是我們有一個最大的萬平公園 那萬平公園的話 應該是目前全新莊最大的公園 而且它裡面的設施上 也確實是比較多元的 那有的時候它在舉辦一些 球類的那個比賽的時候 那它附近可能也會有一些 攤販餐車的時候也是會特別熱鬧 近期已經有蠻多都更建案出來了 比如說從新莊站一路所過來的 湧鼎國喜湧鼎地驚 然後到富貴中華 那到近期的還有一個鳳凰花園 和雨時光 包括現在也正在蓋的晨熙楓月 這幾個都更建案也陸續都出來了 如果說我們這邊比較 找這附近房子的客戶 大多都主要都還是沿著捷運而過來的 那其實新莊它早期發展它的捷運 如果有看的話其實在四周圍 比如說像我們的重鎮路 然後再來就是四遠路 跟機場捷運的新北大道 所以其實我們的比較市中心的地方 反而是沒有捷運的 只有公車的效應 所以蠻多客戶 他如果說需要捷運的部分的話 他都會因著捷運線來找到我們這邊 那其實以新莊這個新爐線這一條來說 我們可以從最後一站的輝龍 丹鳳然後到輔大到我們新莊 那可是其實輔大跟目前的仙色宮這邊 兩塊比較工業區居多 所以如果比較偏向住宅性質的話 就是我們的新莊跟我們的輝龍 那可是輝龍又屬於最後一站 有些客戶他會覺得說可能比較後面 所以可能會選擇中斷這邊 那包括也有蠻多客戶 比如說現在板橋跟三重 它的房價確實稍微略高一些 那它可能會退到我們這邊 可能多了大概幾站的一個時間點 但是房價上相對會比較親民一些這樣 訂閱好房網YouTube頻道 就能收到最新通知